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Hadoop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好,那个下载下来以后呢 就是这个Sandbox TP 下滑线 HDP.2.3 VMware 然后它格式是OVA 下载完这个文件呢 是6.52G 然后大家双击一下 然后以这种 我们选择一个位置 它是以这种虚拟机的方式打开的 我们给它改一个名字 改一个新年了嘛 2016年,对吧 从储路径呢 我们选择一个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不要装在C盘里面 然后这里选择一下 75360 然后我选择这个盘下面的这个 选择这一个 这个文件 确定 然后选择导入 然后这个地方呢 时间可能比较长 因为它有一个解压的过程 大家可以耐心的等一下 让它导入成功 然后在此时间呢 嗯 就是配置一下虚拟机的这个内存和处理器 那点击这个编辑此虚拟机 然后将这个内存在这里设置 你可以拉动这个上下的这个拱动条 还有这个上下这种增加减少也可以 还有这个处理器在这里面配置 就做多所介绍了 咱们都是IT人士 对吧 首先呢 我们在验证 embarry集群是否正常 我们先进行一个word count测试 这个word count的这个程序呢 说白了就是一个加网程序 对吧 然后我们首先呢 写一些文字 上节课也写了一些 I like a加网 I like a Hadoop I like a spark I like a stone I like a stone spark sit down 我是 我开东 好 大概就写这些文字 这些单词 然后进行一个统计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是将这个我们写好这单词 上传到Hadoop的tump 目录 然后最后是运行这个Hotop 那设定他的家包 然后他的这个类 还有输入文件 还有输出文件就好了 那强调一点 这个家包是Hotop自身带的一个家包 我们没必要去自己写 那这地方是一个examples 那后续呢 我会带大家手动的写一个word count 最后就看一下结果是否正确 我们使用的是Hotopfs-text这个命令 我看一下他安装好了没有 还在安装 这个过程可能比较久 大家可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这地方千万不要点取消 在机器的配置上来说 目前来看4G内存4核是有必要的 那我的机器的配置呢 是6G内存4核 那虚拟机的配置呢 是4处理器 4G内存 因为现在还没有启动这个真正的虚拟机 所以这内存呢 还没有开始占用 这字体有些小 再调大一点 手机档不能忍受 然后继续等待 那在这个运行过程中我们聊一些其他的问题 2016年了 又是一个新的纪元 那大家有什么梦想呢 可以现在闭上眼睛 想想你2016年的一些计划和梦想 因为我们都是有梦想的人嘛 或许今天我是一个屌丝 那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或许已经逆袭了 所以每个人应该有一个逆袭的这种 有梦想的人是最可爱的 在这个时代缺少梦想的人真是太多了 选择一个方向去努力奋斗 我觉得这远比做什么公务员 拿着死工资 从现在就能看到未来这种人好很多 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去做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改变世界嘛 我觉得人生来就是改变世界了 而不是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改变不了多少 我非常喜欢刘圆圆的那个演讲 她说那个 我不喜欢寻规道具的生活 不喜欢一眼就看到死的人生 是吧 我希望她的那个演讲给大家带来一种立志的感觉 我觉得她说的是没有错的 她说人生来就是用来去改变世界的 我不是用来适应这个世界的 革命的本钱嘛 无论我们多么努力都别忘记了 多跑步去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按时吃饭 按时上班 按时下班 不要熬夜 那些玩游戏的朋友们就尽量的借掉它 开始积极的应对生活 开始新的真诚吧 未来是属于奋斗的人 有一句话我觉得给大家分享一下还是可以的 他们说我们怕的人不是那些比你聪明的人 怕的是比你聪明的人还要比你更努力 所以你看到你周围的人 他比你聪明他还比你努力 是不是觉得很可怕 那么你没有他聪明 你还没有他人家努力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相比呢 所以早起的鸟有充斥吗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去努力去实现 安装的导入呢 还在继续 我想他也很快就导入了 稍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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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小技巧就是有些时候虚拟机的运行可能吃问题 大家点击右键 然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这是一个 有些时候打开会出错 需要管理员身份的 好他马上就导入完成了 好导入完成 那这是一个全新的安装过程 然后我也没有偷懒给大家做了一次 然后现在设备内存呢 他分配了7.8个G 因为这地方的一个是一个虚拟内存 那我们就按官方的这个配置启动 我们不要做成了修改 好 我们开启此虚拟机 他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安装一些Hadoop生态圈的一些技术 那之前呢 这个安装过程也是看到过 我们在这里也继续看一下 好 这地方呢 他先做了一些检测 看你的一些东西能否可用 读写模块了 还有系统的一些日志 还有一些信息总线 还有一些软件 比如启动SSH 还有HTAPD 那他是一个应用服务器 还有启动的一些脚本 正在更新这个IP地址 我不知道这次安装以后 他会是什么样子 我上一次安装的时候也忘记了一些具体的细节 那这次我正式的看一下 和大家安装的时候看一下会遇到什么问题 那现在呢 他启动了这个Hadoop的安装 那么首先是开启动了这个MySircle 然后还启动了PostGoreth 这两个呢是数据库 那现在呢他已经启动了这个SecondNameNode 还有这个DataNameNode 还有NameNode Zocapel节点也启动了 Zocapel呢主要作为一些分布式的一些协调 比如说投票 它就是一种RPC工具 这地方呢 显示了一个信息 说是重新连接这个服务 那再次提醒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sandbox hotworks.com 那这个是主机名 那这个主机名大家不要去修改 修改的话会出现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关闭的这个安全模式 那这个地方呢 Hadoop的安全模式是需要关闭的 还有启动了Woods 还有启动了NFS 还有这个HDFS HiveSover 还有HiveSover 那这个地方的HiveSover HiveSover 可以相当于用加码 或者其他语言进行一个JDPC的操作 就是操作数据库相当于 还有一些历史的服务 还有启动了IA 还有NordManager也启动了 之前也是讲过 还有ResourceManager 它就是一个资源的管理 好 它再次关闭了这个安全模式 它开始启动了这个sandbox 那现在说的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镜像 那大家看得着 这个绿色的OK呢 就说明它的启动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启动过程还是有些慢 那现在呢它启动了这个Hive 那这地方呢它使用的一个Python 那它Python版本呢是2.6 这个版本呢在服务器段是非常多的 那现在它启动了Imbary agent 那agent它呢也是启动成功了 那这方启动了Imbary的sore 那sore也启动成功了 那sore也启动成功了 看一下Linux的一些规范 它的一些安装呢全是在这种BIM目录下 然后这种日志那就在log一下 那现在已经启动成功了 和之前一样 我们在Linux或Windows下 那按Alt加F5 在Mac上Alt加Country加F5 那么现在按一下Alt加F5 那首先这个屏幕是要进到这个Linux中的 虚拟机里面呢 所以进去以后呢 点击Alt加F5 现在让你输入root密码呢 root密码在前面对方已经显示了 刚才我按的是Country加Alt 然后将它切换到Windows的环境中 我们可以就鼠标看到root和Hadoop 好我们现在点点击一下屏幕 进到Hadoop的虚拟机 然后输入root 然后Hadoop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进来了 我们现在看见它的IP地址 看到我们现在安装这个环境呢 它是没有一个界面的 它都是这种命令行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期推荐的 都是在命令行的操作 好 那这个地方呢 看到了它是没有一个IP地址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它 配一个IP地址 这地方有个ETH2 那首先我们给这个ETH2 这地方你显示什么呢 就去给它配一个什么的IP地址 好吧 那我们首先在这地方看一下我们的设置是哪一个网卡呢 那它这地方我使用的是Net对吧 好 那现在我看一下我应该给它配一个什么IP呢 我们先vi一下etc下面 sysconfig 然后是network 然后是-script 然后是 e-script 然后是et-script 这里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先退出 我们看一下刚才的0 这里面倒是有一些东西 好 那我们将这个复制一下复制给up 好 再滴一下 好 这地方呢 这个字有些小 那我们先 好 现在要编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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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